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时返佩 乐嫣然 长安城内正值新春佳节 而这首诗的女主角 却丝毫不贪恋 这热闹的节日氛围 巴不得飞到千里之外的战场上 她的丈夫正在浴血奋战呢 她效仿古人在锦段上 秀可以正反两念的回文诗 是横也是丝 树也是丝 连周围的花都笑她一变痴情 却只能独自入睡 最后 她终于忍不住发问 什么时候 我们的将军 才能像窦线一样 凯旋而归 将丰功伟绩 刻在燕燃石上呢 这首诗中 战争与和平的对比 引人深思 身处和平的我们 一定不能忘记 维护着和平的战事 和他们默默奉献的家人啊